你好 很高興今天跟我們一起在這邊 今天你們有看到後面有一張椅子 等一下如果我站不住我就會坐著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昨天去騎腳踏車 從張花開始騎一直騎騎騎騎到我們家西湖 那我們經過路港又到西湖 那其實在沒有運動的情況下 就顯得特別的脆弱 裡面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騎完 其他的人都騎完 我騎到一半就真的不行了 然後我已經等待到極限 所以昨天晚上我回家 站著腳都在發抖 然後超級痠 痠到我跟我們先生說我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他出去幫我買藥 買那個肌肉鬆弛的部門 然後吃完之後馬上又擦藥膏 擦藥膏晚又泡熱水澡 睡覺的時候又用那個念惡布的 然後蓋著 一直到今天早上感謝主 我昨天一直很怕我今天站不起來 因為狀況真的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我只要縮著一站起來 整隻腳就酸到不行 那就感謝神 昨天晚上一直禱告神的垂涎 讓整個藥效都發揮作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整個炒菜 下禮拜我們就要進入母親節 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屬於家庭的日子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家 在那個家裡面我們也都當爸爸媽媽 你怎麼成為一個好的爸爸媽媽 成為一個核主心意的爸爸媽媽 孩子不關的時候以前都怎麼辦 吃什麼 竹筍 所以這一盤是怎麼看 我已經盡量挑得明顯一點 這裡是竹筍超的嘛 好吃嗎 吃過的人 用打的好吃嗎 不好吃 所以我們就改成什麼教育 只可以輕輕的告訴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喔 你在做我就要生氣囉 真的一開始教導都這樣 之後就欸你在幹嘛 馬上就 但是我們知道愛的教育裡面 他有他的一定的限制在 雖然他用了許多鼓勵 可是有時候你的孩子卻會越來越嚴重 台語說獎勵告告 就是把你吃的死死的 讓你覺得欸我到底要用什麼教育 來教育我的孩子才是最好的 今天我們每一個爸爸媽媽 都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就是教養孩子的問題 孩子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 不能說東西 特別的一個人 你又很愛他 但是有時候他又讓你氣到真的不行 但是有時候甚至讓你擔心到 你都會流眼淚 這就是一個家 在這裡面我們怎麼帶領我們的孩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教養我們的孩子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邊是他修女 他們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這樣說我唸給你們 他說 我認為今天的世界是是非電到的 有很多的痛苦 因為家裡的家庭生活的愛太少了 你覺得你家裡的愛太多 多還是少 他說我們沒有時間給孩子 我們的互動的空間裡面沒有空檔 那我們又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貧窮一定是飢餓跟沒有 但是其實我們少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貧窮裡面 他其實是缺少了愛在裡面 跟一個關心 你今天愛你的孩子多多 你今天關心你的孩子多多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他說有一個人喝醉了 早在路邊 那在美國他們會有那個 就是因為他們區一個州一個州都很大 然後一個區一個小鎮點都很大 所以他們都會有那個社區型的那種警察 所以一個罪漢喝倒了 那個警察其實很清楚知道說 你家就是住在哪裡 你們家就是在那邊 那你的家裡有哪些人 那所以他就把那個罪漢扶起來說 我帶你回家 那個罪漢就跟他說我沒有家 他就說你怎麼沒有家 那個前面這一棟房子就是你家 他說那個不是我家 那個是我的房子 你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在那個家裡面 他完全沒有感受到 那個是我的家 他住在那裡面 他只是覺得那是我的房子 今天在你的家裡面 你回家是很輕鬆 還是回家想說 唉唷我回家要見到我媽媽了 我回家等一下我媽媽不知道會不會念我 或者是我兒子要回來了 等一下他就知道 在我們的家裡面 你有沒有過著一個像家的生活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在你的家裡面 今天當你要跟孩子之間有很好的關係 第一個 你一定要重視的是 你要有很好的夫妻關係 你沒有很好的夫妻關係 其實你的小孩子會很辛苦 每一個家庭都會吵架 我跟我先生也會吵架 那吵架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白知道 小孩子也知道你在吵架 當我大聲一點呢 我們家的小孩其實 雖然他外面很安靜 但是在家裡都會跟我們一起講話 你就會發現他開始就去旁邊玩他自己的玩具 他完全不會來吵你喔 等到你吵完的時候 他就會跑來跟你說 媽媽我肚子餓了 其實小孩很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在跟爸爸吵架 所以之後我們都盡量 不在小孩子的面前吵架 這是一個我知道很難 因為有時候就是你忍不住 你就會出來 但是我們都會盡量快點講完那一段 然後或者是幾乎都沒有 今天當你有跟孩子有一個 跟你的先生有一個良好的關係的時候 你的孩子會活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裡面 因為你們兩個是站在同一個陣線上面 我不知道你們養育孩子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會來問你說 媽媽我這個可以嗎 你會跟他說你去問爸爸 那孩子要問爸爸的時候這個可以嗎 你跟他說你去問媽媽 那有時候夫妻之間沒有溝通的時候 爸爸說可以媽媽說不行怎麼辦 孩子每次要吃湯果的時候 知道爸爸可以就趕快跑去問爸爸 說爸爸苦不可以吃 爸爸說可以 孩子知道可以問媽媽的 他就跑去問媽媽說 我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們在教養孩子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很累 是因為你們沒有溝通好 夫妻之間長長吵架 有時候為了孩子的事情絕大部分 那怎麼辦 坐下來好好的溝通 我們該怎麼教養我們的孩子 我們該怎麼帶領我們的家庭 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 誰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恩典 是給我們十個月預備接受這個孩子 來到我們的家 那這個十個月裡面 你們可以好好的溝通一下 好 再來親自教導你的孩子 我們現在的經濟型態是怎麼樣 最好整個家庭都是雙心 父母都很忙 正職做不夠 還要怎樣兼職再來做 為什麼 因為輸了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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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不要我們的孩子是輸在洗髮點上面 他們出去最好就是 可以讓他們去補習 可以讓他們去參加音樂班 可以讓他們去學很多的才藝 為了是他以後可以跟別人比較的時候 他可以贏 所以我們爸爸媽媽都一直想 好我一定要給我孩子最好的 你都沒有想過 你要親自教導 你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很多家庭面臨的是什麼 爸爸通常都很忙 不在家裡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有一個調查說 百分之大概三十五的爸爸都不在家裡吃飯 都是在外面應酬 那百分之三十七的父母 三十七的爸爸會回家吃飯 可是他回家吃飯就是一直吃 他心裡還在想什麼 我今天公司開會 他在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我明天去要幹嘛 所有的爸爸花很少的心思 在他的家庭裡面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爸爸們 你花了多少的心思 在你的家裡面 你回家之後真的有把你的心放在家裡 還是真的還把心放在我今天老闆罵我 所以我明天應該怎麼樣 除了爸爸以外 我們來看媽媽 這是喬喬喬喬特摩的裡面的主角 那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女強人 很成功非常成功 可是他的家庭很幸福嗎 沒有 他的家庭完全破裂 是為什麼 因為他在他的職場上面 他也要成為一個很成功的人 現在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多不多 有時候也越來越少 所以爸爸不在 媽媽不在 你的小孩靠什麼樣 靠什麼樣 靠費用再加上補習班 電腦幫你協助一下 你家裡有請保姆嗎 有送去這個什麼梅雨補習班嗎 然後你看這是一條街 大學轉學什麼研究所 再來平板電腦 然後手上的玩具 再來他的行程 整個一個家庭在教養孩子裡面 最重要的三角形 爸爸媽媽呢 六日偶爾帶我們出去走走 其他一到五 放學補習回家吃飯睡覺 不然就保姆家回家吃飯睡覺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怎麼教養你的孩子 你怎麼陪伴你的孩子 這個是小朋友在撿律動 為什麼 告訴我們這個 有一個家庭一個媽媽非常的忙碌 他爸爸也幾乎都不在外線上班 所以那個媽媽非常仰賴他們家的外傭 一歲那個外傭就把他的小孩照顧得很好 非常的好 一直到這個孩子 大概一塊小孩子的時候 發現他怎麼都不會臥 因為他的肌肉是無力的 那個費用把他照顧得非常好 小孩子只要吃跟睡跟玩 這樣就好 其他什麼都沒有教 只要勞動要做的什麼都沒有 後來這個孩子的手無力 他媽媽之後請假回家陪他幹嘛 剪律動 就是透過他的手指頭去訓練他 可以把他握起來 然後剪到旁邊 因為照顧得太好 又不是他的媽媽在顧 所以整個狀況 他媽媽完全都不知道 一直到他要上學來才知道 他媽媽把所有的時間 透過剪律動裡面補回來 今天你有陪伴你的孩子嗎 記得出去走一走 特別母親節要大文 所以我們這禮拜 講的這個議題是要提醒我們 出去走一走 也可以出去騎腳踏車 你們的感情會越來越好 昨天我們去騎腳踏車 感情好像也有好一點 所以呢去挑戰一個 你覺得不可能的任務 帶領你的孩子去做一件 你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其實我們昨天要出去騎腳踏車 之前一直都很猶豫 因為我們沒有帶領這麼多孩子 出去外面做一件這麼激烈的運動 那昨天跟會長分享的時候 我們決定突破 在你的家庭裡面一定有一個模式在run 比如說我們就只是出去公園走一走 我們就只是回阿爸家 但是希望我們可以做一件很重大的突破 是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們可以變成去爬山 甚至如果你們都一直吃外面的 媽媽就回來煮 那你如果一直都在家裡煮的 你們就有一餐出去吃外面 在你的家庭裡面營造一個不一樣的氣氛 你看 父母是孩子的榜樣 來看一下這張照片的亮點是怎麼 三個人都在幹嘛 好 孩子的學習力非常非常的強 真的很強 我要封幕的那一天 我的母會有人來教會唱歌 那剛好我下去地下室拿東西 他們剛好把車停到下面 那他就告訴我 我們只是在聊天喔 他就告訴我 欸我覺得你講話的方式跟你媽媽好像喔 我們所有從小長到大 孩子就是跟著你這樣一直長大 你所有的行為矩子 那個家庭裡面的氛圍 跟那家庭裡面的習慣 都成為孩子學習的樣子 所以今天你的孩子就學習你怎麼樣 如果一個很會罵人的一個家庭 你就會發現他的小孩會比較暴力 那如果一個有愛的家庭裡面 你就會發現那個小孩好像比較被關心了 所以我們都說上梁不振怎麼樣 下梁不挨 龍生龍風生光老鼠生的小孩會 所以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營造什麼樣的氛圍 你的孩子就比較可能是 發展出什麼樣的行為模式 如果你要有你的孩子有愛 你出去都一直罵人 你的孩子會有愛嗎 如果你要你的孩子誠實 你卻一直欺騙他 那你的孩子會誠實嗎 所以今天每一個孩子都是很會學習的 好 說到會學習 之前我在我們教會的 愛的大家庭裡面有看到一個 一篇文章 我們將會冷貼上去 他說有一天 媽媽要吃一顆蘋果的時候 叫爸爸去洗 爸爸要去洗嗎 爸爸你要去 他說我又不是聲控的 媽媽就站起來了 爸爸一巴掌說你趕快給我去洗 他爸爸就乖乖的去洗 然後他的小孩就跟他爸爸說 喔原來你是觸碰式的 然後呢他的小孩呢 他媽媽又想叫他去倒一杯水來喝 你猜他的小孩要不要 不要 他學的多快你知道嗎 他跟他的媽媽說 媽媽我是投幣式的 所以呢你要給我10塊錢 我只要去幫你倒行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小孩子學得很快 非常的快 所以他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是可以真的成為一個榜樣 再來 對孩子的要求要合理 對孩子的要求要合理 這是一個青少年喔 有一個廣播呢 一個主持人講的一件事情 這個小孩子回去跟他爸爸說 爸爸我跟你說喔 你現在都不能惹我生氣 因為呢老師說我是青春期 所以呢你不能惹我生氣 他的爸爸怎麼跟他講 他的爸爸說齁 你現在還不能惹我 因為呢我在早期 那天更年期 所以我耐性有限 今天我們都會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自己最好 別人呢就怎樣 對我寬鬆一點 別人不能要求我 但是我們都會很要求別人 小朋友考試回來 為什麼不是A 我的A在哪裡 你今天為什麼考B呢 你會不會對你的孩子要求特別高 自己回家從小都不看書 只要求你的孩子進書房 你就坐在電視前面一直看MBA籃球 棒球 然後看談話性節目 看新聞 只要求你的孩子讀書 親愛的媽媽 請你陪伴你的孩子 營造一個最棒的氣氛 一起讀書 孩子會一直點頭說對 我媽媽就是這樣 盼望我們每一個媽媽 每一個父親 我們都能夠真正的陪伴我們的孩子 去做一件對他們來說有 是你陪伴他 是你知道他喜歡什麼 如果他喜歡跳舞 有的媽媽說不行 跳舞會變舞女 如果他喜歡去畫畫的人這樣 畫畫了以後沒飯吃 他喜歡拍電影的 拍電影不正經 所以你一定要幹嘛 很好的成就 有一個媽媽 要他的孩子去讀醫學院 他的孩子被他媽媽強迫到 每天都要 一直讀書 一直讀書 考不上再補習 考不上再補習 每年他考了三四次 到他考上的那一天 他跟他媽媽說 你看 這是我的成績單 這是我的入學童子 那請你去讀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志願 這不是我喜歡的 媽媽們你有沒有跟你的孩子 一起溝通過 最適合他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孩子有錯 因為他沒有 他直接 武力了他媽媽 對他的一片好心 但是你期盼我們是跟我們的孩子 是 有很好的溝通方式 好 再來不要惹兒女的氣 我蠻喜歡這一張 圖片的 我們時常很喜歡 把我們的小孩惹的發火 很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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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一瓶水把他澆洗說 阿那個有聲 你幹嘛這麼生氣 我剛剛跟你說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的胖媽媽非常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你們在年輕的時候 也一定有遇過這樣 氣到你飛了要回去房間哭一尾 然後你媽媽才又來安慰你 拜託不要生氣了 我剛剛真的不是怎樣 親愛的 不要在你孩子身上 再重複這件事情 大家好好合同一起冷靜一下 聖經桌不要惹兒女的氣 其實他有一個很很很很好的含義是 媽媽必須要尊重你的孩子 這在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的背景 他有一個背景是保羅在他們當時的社會裡面 今天他們爸爸媽媽可以決定他們的小孩 要不要到鐵裡面更甜 他們甚至可以把他們的小孩綁住 很苦待他們的小孩 他們的小孩可以去做很多很苦很苦很苦很辛苦的事情 只要他的爸爸媽媽不要這個小孩 就可以把他賣掉巨大努力 今天一個小baby生出來的時候 如果一個父親把這個小孩子取高 就代表他要養他 如果今天一個爸爸生出來 孩子放在他前面 他連看都不看 有時候這個小孩就直接再去處決掉 就沒有辦法生活在這個世上 今天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是用什麼方式去對待你的孩子 尊重還是像以前的家庭一樣 父母絕對是權威 你就是要聽我的 我說的話只有是 你不能回答不是 只有我是你的爸爸媽媽 只有你要聽我 父母不要惹兒女的氣 這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哥羅西書3章21節 他這樣講 做父母 做父親的 今天在我們今天讀的經文 他說 你們要聽從你們的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再來是你們要孝順 第四節他說什麼 做父母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今天你有了兒女的氣嗎 兒女的氣是你用你的權柄 把他們所有的東西蓋過了 你用你的父母的這個位分 把你孩子所有本來他們期望的東西 把他們全部都壓下去了 你完全用你的方式在養育你的孩子 沒有用神所喜悅的方式 有一個媽媽來教會很久 不是我們教會 他來教會很久 那他覺得信主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他回去就照三三強迫他的小孩 一定要讀聖經 那他媽媽是個很強悍的人 很凶的人 信主之後脾氣完全沒有改變 他小孩就很忍不住就跟他媽媽說 媽媽我到底要什麼時候才不要讀聖經 他媽媽說 你讀到高中畢業就可以不看聖經了 這只是一句賭氣的話 但是他的小孩就永遠記得 他高升畢業的那一年 他就把他三本聖經跟他媽媽說 我們再也不要讀聖經 他就把他丟掉 今天這個媽媽信主之後完全沒有改變 同樣的我不知道 這個信仰在你的生命裡面 在你的家庭裡面 有沒有真的改變你的家庭 還是你還是用你的權威 你的權柄去教導你的孩子 去養育你的孩子呢 李小龍說猜猜看 身體的哪裡的肌肉最難練 我們都會練肌肉嗎 muscle 然後腹肌 哪裡的肌肉最難練 舌頭 舌頭的肌肉最難控制 我們可以說出一句商人的話 也可以說出一句讚美的話 誤會的言語一句都不要說出口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你一定有看過你鼓勵你的孩子的時候 你的孩子有多麼的開心 洗澡都會唱歌 我相信你一定有經歷過這一切 你也一定有不小心說了一句錯的話 讓你自己很後悔 非常的後悔 甚至又不知道怎麼跟你的孩子開口說這件事 盼望我們可以在這裡面取得平衡 有一個心理事商師他說 負面的資訊是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負面的溝通則沒有必要 負面的生活我們每一個人都一定會遇到 這是我們必須經歷的 但是負面的溝通 他認為是對關係裡面是最相的 所以真言這樣說 他說回答柔和時怒消退 語言暴力觸動母親 他們都可以跟上次我們說的那個電影一樣 想想看你每說一句話葉子就要掉下來一片 你就會好好珍惜你所說的那每一句話 馬丁布德說當你在教養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都只拿一個棍子 他說你旁邊應該再放一顆蘋果 你打完的時候再告訴他說為什麼 你會處罰他 但是不一定要用打的 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教導孩子的方式 財主跟拉撒路有一個 這兩個人是在聖經裡面出現的一個人物 那財主之後下地獄了 那拉撒路在天堂 為什麼要說到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覺得你一定要成功 你一定要有錢 你一定要有好的名望 你才能成為一個好的人 但是在聖經裡面是這樣教導的嗎 No 在聖經裡面說 你只要成為一個好的品格 這只是一個名望 你要成為一個好的品格 才是神所喜悅的 同樣今天你教導孩子的時候 不是一定教導他 非得要成功一定要怎樣 而是教導你的孩子回到神的裡面 有神的愛 好結論 按照聖經做父母 按照神的話語 養育你的子女 這也是九章十八節這樣做 這也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 你的心不可以認他死亡 今天你的孩子已經非常叛逆了怎麼辦 阿麥差比亞 孩子 如果你非常叛逆的時候 你的爸爸慢慢管你 請你一定要聽進去 各位青年 跟你們分享一件我的 事情 孩子要在族裡面聽從父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國 生活一的那段期間 交了不少的壞朋友 真的不少 因為我其實小時候不太愛讀書 所以在我身邊的人 其實也真的都不太愛讀書 那我們喜歡什麼 墮落的時候可以顯出你的 你的勇敢 好像對小孩子而言就是這樣 跟別人一起做壞事的時候 就顯得我很厲害 所以別人應該會怕我 所以我就要做更多的壞事 所以我們到處去欺負別人 看不爽的就跟他們別人一起打 然後可是我每天回家 就一直在想我會不會被打啊 我一直打別人 別人會不會來打我 那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心理壓力 那我爸爸知道了 因為我的老師是我們教會裡面的人 所以就是 他就跑去跟我爸爸說 你應該注意你的孩子 所以我回家就被打 被處罰 那其實一開始我也覺得 反正我爸就是很討厭 我也不想聽他的 那我就去學校又開始做壞事啊 我以為他怎麼打我 好像也都沒什麼用 之後更嚴重了 同學我不是抽煙耶 抽煙好像很帥 我也來學習抽一下 各位我那時候在國一 那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我就開始跟同學抽煙 其實煙好難抽喔 我覺得很難抽 那味道不好 可是為了配合你的同學 欸不行我們是同一國的耶 我怎麼可以背叛他們 他們抽煙我當然要抽啊 好 跟著去做 然後小時候 然後國小都會有那個收書包啊 你們去升級的時候 老師就收書包嘛 對不對 同學把也都放在那個 書包裡面 我那天其實真的 也只是借我同學放信 就被我們的老師 教會的 現在是長老 教會的長老發現 打電話跟我媽媽講 怎麼辦 那天趕回去嗎 你知道那天回去的腳步有多沉重嗎 我知道我回去已經慘了 我一定會被罵慘 那天回去 我很早就跑去睡覺 因為我怕被打 因為我爸爸都很晚才回來 然後 我爸爸那天完全都沒有找我 沒有處罰我 隔天晚上要回去 路還是一樣沉重 可是今天還能這麼早睡嗎 你總不可能每天都這樣吧 那天其實我爸爸不早回家等我 他只有坐下來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跟我說我真的很愛你 但是你如果再抽菸你就不要回來 其實我很怕不能回我家 那天開始我就沒有再抽菸 但是有沒有跟那群同學還在一起 有因為那個友誼沒有辦法 馬上就散了 你不可能今天去就翻臉說 我明天不要跟你好了 不可能 你在學校裡面也不可能找到一個 跟你立刻當好朋友的人 但是慢慢的疏遠他們 你們知道嗎 這群孩子 以前跟我一起長大的這群孩子 現在有一個被關 一個吸毒 兩個離婚 那我們本來就是五個姊妹 裡面只有我 是一個最受祝福的一個孩子 所以其實在那裡面 我一直覺得 我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在那裡面是用他的愛 跟他的真心教導我 特別在我最害怕的時候 他沒有處罰我 用一個最愛我的方式告訴我 那今天所有的孩子 所有的年輕人 你的爸爸媽媽跟你講 你不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那絕對是最愛你 你要去想想看那件事情 對以後到底有沒有幫助 好最後 請你用聖經教導你的孩子 用神的愛帶領你的孩子 讓你的孩子這麼快樂的跨圖 好跟你們考好一題 先總統講公司 一個孝順的好孩子嗎 請前來叉 好有一個小女孩呢 寫到這一題的時候 他把他很聰明 他回去把三張考卷給他媽媽的時候 都是其中兩張都是100分 只有一張95分錯了一題 錯了這一題 他打岔 他說先總統講公司 一個孝順的好孩子 他媽媽問他說 你怎麼把這一題打岔 他說媽媽都已經是總統了 怎麼會是孩子 當然他只是按照字面去理解 但是這媽媽很鼓勵他的孩子說 你看題目是有仔細的 所以一直到長大這個孩子還是很棒 他媽媽沒有用一個 馬上責備說 你奶奶在嚇 他媽媽用一個愛的方式 去帶領他的孩子 好 最後跟所有的人勉勵 下禮拜是母親節 特別在這個季節裡面 要孝敬你的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堂壽 這是第一條帶著應許的解命 爸爸媽媽都很辛苦 在這邊要跟所有的爸爸媽媽說 你們辛苦了在帶領孩子的這件事情上面 那孩子我們也都是人家的孩子 記得你的爸爸媽媽也是這麼辛苦的教導我們 願神祝福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都 按照神的話語去帶領 按照神的話語得從順 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憶詩 那雙看不見的手 在你的家庭裡面有那雙看不見的手 在帶領你的家嗎 還是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我就是去歸 我就是一定要聽 盼盼我們家裡 有那一雙看不見的手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帶領我們 雖然見不到你 雖然觸不到我們的神 但是他都跟我們同在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Wir同 analytically 然後跟我們一起飛地 雖然不見的手 煩不見的手 知道你 但我這個是 你正在对我一遇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到 你的指教在这际 是你的手 冰凡的手 衷心不悔 莫大破碎的心天 是你身影 温柔话语 再度填满 我心中一记得 我看最后两行的歌词 它说 是你的声音温柔话语 再度填满我心中的饥渴 其实当我看到这段歌词的时候 我有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刚刚说的那一件事 如果当时我没有回转向神的时候 我现在的状况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参加 朱利尔已经在教会 就是一直随着教会 就是这样一直成长 所以在那时候我抉择的时候 我只要神要我做什么 那我才在那里面 我爸爸妈妈一直为我捣捣 他一定也在信仰里面 挣扎了很久 我相信在那里面有神在带领我们 今天如果当你不知道什么 跟你的孩子说的时候 回到神的里面 让神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觉得我的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管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 怕往你回到神的里面再去想 有可能你的爸爸对你非常的权威 那是你能饶恕你的爸爸吗 那是因为他成长的一个缘故 使他变成这样 你应该想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如何去带领我的爸爸 让他也能去捆绑 一个爸爸如果被一个孩子非常严厉的时候 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很痛苦 他为什么不想跟其他的爸爸一样 就是这样跟他的孩子关系很好 你看到一个家庭的时候 你很羡慕他们的亲子关系的时候 你有去想过 谁要怎么带领你的家庭吗 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 虽然看不见我们的神 但是透过你的祷告神的问题 那双看不见的时候 都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歌 都在想通 Crash 不要承拆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预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只知道 你连接都在这里 谁不见你 终不倒地 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的预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只知道 你连接都在这里 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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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的手 你连接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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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祢的手 提攀的手 從心不悔 我拿過醉的心田 是祢神的 溫柔話語 愛如天啊 我心裡終於寄一刻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們感謝祢 謝謝祢讓我們每一個人成為孩子 成為神祢的孩子 成為父母親的孩子 主我們在一個家庭裡面 我們要學習一個神祢結構我們的功課 我們就是孝敬我們的父母親 孝敬不代表只是行為 而是我們還要聽祂的教導 主耶 祢祢祢祝福我們每一位父母 讓我們成為一個和神犀利的父母 讓我們知道我們要花時間陪伴我們的孩子 當我們的孩子有問題的時候 神也求祢給我們智慧 讓我們知道我們如何帶領我們的家庭 一起往向前 一起走向神的道路 主耶说我们要再次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我们手中 愿神祢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滋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让我们的家庭得着神的看顾跟保守 让我们的家庭里面充满神的话语引导我们 主耶说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今早一起具体在这边领受神的话语 愿神祢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让我们的家庭翻转 让我们的家庭改变收祝福 谢谢主耶说我们这样祷告的方便出基督圣灵 请坐